想过发财术的都知道 一旦把他养死 老板不但会扣你工资 而且还会让你滚蛋 我忧心忡忡地看着面前毫无生机的发财术 老板让我给他养的 就这么干扁了 于是老板把我喊到办公室 微笑着把我派去另一家公司 老板我是要去做商业间谍 我不会辜诉你的期望的 老板 别想太多 那家公司是我不继承家产偏要白手起家的女儿的 我希望你正常发挥像搞黄我的发财术一样搞黄他的破公司 老板让我订机票 我坐头等舱 老板挤在商务舱 老板让我热饭 我把微波炉弄炸了 全公司停电半天 老板让我泡咖啡 我摔碎了他高价买回来的青花瓷 按理说 这时候正常的老板应该让我有多远滚多远 但我老板一身房子 偏不信邪 非要我去照顾他重金请回来的发财术 十天后 看着秃得只剩下两片黄叶的发财术 我刚大开口 老板 这棵发财术和我 你猜谁还活着 老板艰难咽下两颗塑笑就心丸 打了个电话就通知我收拾东西 我明白 我这就收拾东西滚蛋 不是 快收拾收拾 我给你介绍了份新工作 工资翻倍 朝时晚五 每周双休 团建在工作日 员工都是漂亮美女 天哪 我何德何能值得老板这么信任我呀 难不成这又是什么新型商战 老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当好商业间谍 不会辜负你的爱才之心的 我双眼含泪对老板保证的 没想到老板满脸 你在想什么屁事的表情 冷冷开口 你别想太多 那家公司是我女儿的 他不好好继承家产 非要白手起家 我这就把你派过去 希望你平稳发挥 像搞还我的发财术一样 搞还他的破公司 小说里的商战 股东大会神仙打架 顶级黑客窃取机密 现实中的商战 我找个拖后腿的去你公司房里 就这样我在老板的阴阴期盼中 来到了他女儿的公司 柳如烟的公司叫诺米 是个游戏公司 了解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我前段时间玩的那款手游 就是诺米制作的 则 老柳心真大 就这还是破公司呢 没等多久 我就被请进了柳如烟办公室 进去的时候柳如烟正在健身 白色吊带 灰色运动裤 胸口被汗打湿 微微有些透明 好大 话音刚落 办公室进了一瞬 柳如烟擦脸的手 肉眼可见的僵了一下 救命 纪博达呀纪博达 你怎么就没控制住 你的老色屁本色呢 在脚趾块把鞋底抠穿至近 我终于想到了找不到方法 爸笑道 我是说这个办公室好大 哈哈哈哈 窗户也大 鱼缸也大 哈哈哈哈 救命 我在说什么呀 不过柳如烟是挺大的 不知道摸 住脑 不能再想了 大概是我咽口水的声音有点大 柳如烟头发都没擦干 就把外套穿上了 切 真小气 防谁呢 你就是我爸说的那个幸运心 哈 老柳怎么瞎缩呀 我爸还说你工作能力强 情商高 让你做我的助理 伪计多端的老柳 刚好我缺个助理 就你来吧 这么草率的吗 可是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看到好多漂亮姐姐 我想在外面工作也 拒绝的话刚要出口 就看到放在一旁的河头 月薪一万五 刘总 我什么时候上班 这年头冤大头可不好找 他来有时间还得劝一下老柳 马尔大夫什么时候都能去 但他那个年纪还是得努力奋动 不能靠女儿啊 笑死 小柳回去继承家长啊 我上哪去找一份这么好的工作呀 糯米的企业文化真心不错 大概是员工多久午后 00后的原因 工作氛围十分轻松 事情做完了就可以下班 非工作时间工作群很少有信息 老板事情虽然多 但不会跌位说教 同事间也很有边界感 简直是我理想的工作环境 但在好的一锅粥也总会有几粒沙子 江林就是其中最大的一粒 他原来在大厂工作 是被公司副总高架挖过来的 但他这人仗着自己有大厂资历 平时就喜欢嘴人 又爱对女生说教 所以人缘不怎么样 本来他怎么样都不关我的事 直到上次我听到 他跟另几粒沙子在茶水间嘴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我是个废物 视流如烟养着玩玩的一条狗 还得谢谢江大爷对我的认可 毕竟狗也不是谁都有资格做的 像江大爷你这样的 我上下扫视了他一眼继续头 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实力派 哈哈哈哈 其实江林年纪没那么大 但常年熬夜有些秃顶加啤酒度 长得也显老 乍一看是比同龄的大了十几岁 我的话一出 茶水间里一片寂静 刚刚说过话的几人面色都有些干大 我没有管几人的欲言又止 话说完扭头就走 那之后江林好像跟我杠上了 有事没事就喜欢到我面前问气问吧 我有空的时候也会回 谁会嫌乐子少啊 小鸡啊 我们上次就是开玩笑 你别放在心上 我笑了笑没讲话 江林又问 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哥给你介绍一个 不劳你费心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哈哈哈哈 有了就好 你女朋友做什么工作的呀 你问的哪一个 什么那一个 我没有告诉你们吗 我离一带俩男孩 除此之外 还有五个前妻三的女朋友 两个干妈 自从学会胡言乱语之后 我的精神状态就好多了 江林被我对了一下还不死心 还想继续说脚 小鸡啊 你刚毕业不懂 哥跟你讲 你一定要学会低调啊 这样容易找不到女朋友 在我连续打了两个哈欠之后 江林终于结束了他的滔滔不绝 对对对 是是是 江哥你这么懂 应该结过好几次婚吧 扑呲 可 我一转头 就看到柳如烟抿着嘴 捧着脸走进了办公室 平静的样子 好像刚刚憋笑的人 不是他是的 江林走之后 我就开始打电话 跟朋友分享 我今日大战 朴信南的事情 说到柳如烟憋笑 走进办公室时 没忍住多说了两句 你们总裁真那么漂亮 老色批的朋友 能是什么好东西 没说两句 我们的话题 就从朴信南多变烦 到了柳如烟有多漂亮 确实挺漂亮的 身材也不错 说到这里 我和朋友不约而同 开始发出计较 叫完之后 我特意放低声音 开始小声八卦 而且我跟你讲 他上次让我帮他关电脑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朋友很配合地问我 什么 他在看后文 看标题就很色 嘶 还有还有 我们上次团建的时候 不是去了郊区农家了吗 我找厕所的时候路过后院 就看到我们副总搂着柳如烟 他们两个 你之前不是说 他们从大学开始就在一起 谁知道呢 两个人又东拉西扯了一堆 最后一反正我不声收尾 我终于结束了这通电话 端起咖啡一转头 就看到柳如烟黑着脸 站在茶水间门口 我呀 可能要失业了呢 我僵硬地挤出一个笑脸 跟柳如烟打招呼 柳如烟里都没理转身走了 还没等我松口气 就收到了朋友的语音 下意识一点开 朋友的大嗓门就想撤茶水间和走了 我答呀 我刚刚在海棠找到 本你们总裁和副总的带餐文 竹马竹马强制爱 贼带感 贼带感 柳如烟的脚步肉眼可见凝制了一下 然后快速走进办公室 重重带上了门 办公室的门下班之前 再没有打开过 一下班柳如烟就拿着东西走了 脾心吊胆了一下午的 我终于松了口气 看来这份工作暂时保住了 第二天 到公司没多久 又有个黄头发的帅气男生 进了柳如烟办公室 五分钟后我也被叫了进去 原本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他这是秋后算账来了 战战兢兢走进办公室 就看到那个男的坐在沙发上 闭脸不服 顾无语 柳如烟声音一出 顾无语就熟练地站起来低下头 开始道歉 姐 对不起 我不应该趁你出去谈生意识 溜进你办公室 用你的电脑看破文 更不应该看完之后不退出 害得你被姐夫 不是 害得你被这位帅哥误会 我错了 真的大错特错 说完又转过头来 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姐夫 你别误会 我姐她是直肠子 也知道 我也不想相信啊 看到她真挚的双眼 我还是不忍心告诉她 总裁与副总的二三事 只能附和她 怎么不是吗 话音刚落 柳如烟的脸又黑了一堵 刚要开口 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 如烟 怎么回事 怎么一晚上过去 公司都在传我们俩 有不正当关系 来的人正是公司副总冷清秋 姐 你和清姐 那我 顾吴宇犹豫开口 又对着冷清秋不确定道 你不是来拆散这个家的 你是来加入这个家的 柳如烟和冷清秋的眉心 同时跳了跳 冷清秋没好气地 捏了捏顾吴宇的耳朵 继续道 不知道谁把我小号 拉进了公司吃瓜群 昨天晚上突然就有人说 我和你是一对 还说有人看到 上次团件是我把你搂着强吻 我没忍住就用小号回了句 我听说刘总有男朋友了 结果半个小时后 我就变成了明明喜欢女的 还玩弄无辜少女感情的片婚点 冷清秋话一出 剩下三人各有各的反应 首先是柳如烟 他黑着脸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 其次是顾吴宇 他反应还有点大 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小号 你竟然有小号 我怎么不知道 最后是我 而我主要有两点要说 我们公司竟然有吃瓜群 为什么没人拉我 这些人真没意气 然后是竟然有人偷听我和我朋友打电话 那个时候柳如烟在门外 也没人提醒我一声 这些人真没意气 好不容易解释清楚 顾吴宇和冷清秋两口子 也不管站在一旁的罪魁祸首 只一味地找柳如烟要补偿 最后柳如烟看着站在一旁 缩着脑袋当安纯的我 毫不留情地扣了我两个月工资 给自己买了个化妆品 作为精神损失费 这次下完单后还要多嘴一句 就这撒瓜俩早呢 我还没用过这么便宜的化妆品呢 有着不错了 你还挑上了 我小声碎碎念 没想到柳如烟听力那么好 我话音刚落 他就冷冷扫了我一眼开口道 你说什么 我说老板你这么英明漂亮 这破化妆品用在你脸上是他的福气 柳如烟哼了一声眉睫话 装模作样地打开文件 要不是我看到他上扬的嘴角 还真以为他没感觉呢 好不容易把这尊大佛哄好 我正准备出去控诉那群不讲 一起吃瓜不带我的无良同事 就被柳如烟叫住了 准备一下 明天跟我一起出个差 你很不情愿 没有啊 好爷 第二天我收拾好东西 盖住我的头 倒显出几分平时没有的温和感 我点点头跟在他身后进了门 路过庭院井里池的时候 一下子就被里面的井里吸引了注意 这是什么品种的猪 怎么还可以在水里养 不怪我这么说 这几条鱼实在是太胖了 不知道胖成这样它们会不会散高 小季 你想对我的鱼怎么样 突然出生的老柳让我吓了一大条 真是 不就养死了你一盆发财树 打碎了两个青花瓷吗 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我就是觉得这几条煤气罐 应该回归大自然 老柳 小柳 记博打 老柳声音一出 我赶忙止住我的平嘴 乖乖跟在柳如烟后面进了屋里 进去的时候 顾无语正在吃早饭 见我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 好奇问道 怎么了 我发现了一个真理 什么 这下连柳如烟都看了我一眼 伸长耳朵想偷听 原来游泳并不能减肥 你看老柳养的那几条鱼 天天在水里游还这么胖 顾无语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好奇问道 那还有什么靠谱的减肥方法呀 你可以躺在床上大喘气 欺骗你的大脑 你刚跑了五公里 说不定大脑被你骗过去了 你就瘦了 顾无语 好主意 老柳被我俩的一唱一喝气的眼角支条 索性眼不见心不烦 随便吃了几口就走了 老柳总这就吃饱了 八成是去找我妈去了 我妈今天学校有活动 六点多就走了 我爸应该是去找他一起吃早饭了 我点点头 往嘴里塞了两个小笼包 又喝了一口豆浆 就坐上了柳如烟的车 到了地方 还没些口气 柳如烟又马不停蹄地 赶到合作方公司谈合作 又是请吃饭 又是喝酒的 终于谈妥了 要说这赚钱还真挺不容易的 我突然就对白手起家的柳如烟 怀有一丝崇敬之情 等把醉了的柳如烟扶进房间后 我累得直喘粗气 万恶的资本家 我给你当牛做马 你竟然还扣我工资 我边把他扔到床上边抱怨 刚刚的那丝崇敬消失的一干二净 给你加工资 最久的柳如烟话都说不清楚 嘟嘟囔囔的 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关键词 见他摊在床上一副 任我为所欲为的样子 我咽了咽口水 记上心来 我脱下他的外套 把他的头发弄成鸡窝头 然后拿出手机打开摄像头 老板 老板 你听得到吗 柳如烟嘟囔着嗡了一声 老板 你刚刚说纪伯达今天表现得很好 要给他加工资对不对啊 柳如烟点点头 那加多少呀 我觉得三个月就挺合适 你觉得呢 嗯 加三个月 我发现喝醉酒的柳如烟很乖 基本上我说什么就重复什么 好 那你现在说一遍 给纪伯达加三个月工资 柳如烟乖乖重复 给纪伯达加三个月工资 我满意地点点头 又让他重复了纪伯达是天下第一大帅哥 等一系列彩虹屁后 终于收起了手机 嘿嘿 我的钱 天下第一大帅哥来了 第二天 我下楼吃早饭的时候 柳如烟正坐在靠近窗边的桌子上喝咖啡 柳总早 柳如烟点了点头 继续享用自己的早餐 看起来一点都记不起来昨晚的诺言啊 我决定委婉地提醒他一下 老板 你看我的这三个肩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柳如烟瞥了我一眼 十一道 你今天胃口不错 我叹了口气 又换了个话题 老板 我们公司是每个月十五号发工资吧 短短两句话 不但重读了三个还重读了工资 我就不信他还想不起来 对柳如烟点点头 一派云淡风轻 他不会是想赖账吧 我也不绕弯子了 开始直入正题 老板 你昨晚答应给我加的三个月工资 什么时候给我啊 还有这事 柳如烟一脸不幸 眼里明晃晃挂着 你在想屁吃这几个大字 我严肃点头 真的 我有证据 我录了视频 说着我就狗腿地打开相册 把手机递给他看 柳如烟怀疑地接过手机 果然听见自己真的说了那句 给纪伯达加三个月工资 虽然是被我引导的 但柳如烟说话算话 正准备给我转账 就听到了视频的后半段 纪伯达是天下第一大帅哥 纪伯达最有钱 完了完了 要死了 555 老板 你听我解释 柳如烟白白手 是意外 我点头如捣算 柳如烟冷笑着点点头 放下手机开始继续吃饭 老板 那工资 什么工资 你答应了要给我加三个月工资的 视频就是证据 视频 什么视频 柳如烟一脸无辜 感觉到不对的我打开手机 发现相册已经没有那个视频的踪迹了 baby 无耻 记住里还有问题吗 我压下控制住体内汹涌的杀气 咬牙微笑 没事了 刘总 回去的车上我一脸闷闷不愣 安生叹气 曾经有三个月工资摆在我眼前 我却因为粗心错失了 如果给我一个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当时一定会分两个视频拍 绝不让柳如烟看了后半段 大概是我委屈的样子太明显 柳如烟叹了口气 拿出手机给我转了一笔钱 以三个月的工资还多了一点点 刚还在心底骂柳如烟的 我一下子就笑开了话 要不是在车上 高低的跳起来转三圈 现在开心了 黑黑我看着手机里的余额笑出了声 财迷 柳如烟转过头去不再看我 但上阳的嘴角显示出她心情不错 作为年度最佳狗腿子 我决定拍一下老板马屁 老板 你今天太漂亮了 这一身出去绝对秒杀李雨晴妈妈 谁是李雨晴妈妈 这都不知道 真苦 看在钱的份上 我耐心跟她讲了李雨晴妈妈这个梗 柳如烟很上道 听完之后点点头活续活用 你今天穿的也比李雨晴爸爸好看 就在这样的商业互吹钟 我们回到了公司 结果还没安静工作两天 江陵那边又出幺蛾子了 真人互动游戏 哪个人才用脚趾想出来的主意啊 大概是我的语气太过震惊和不屑 柳如烟看了我好几眼 你有不同的想法 我点点头 柳如烟顺势道 刚好等一下要开会讨论这个 你先看一下文件 有什么想法到时候会上说 有一个问题 我一副好学生的样子举手了 我要是骂得太难听 他们要揍我 你会帮我吗 要是我打不过他们怎么办 柳如烟憋憋着笑问我 那你就正面迎接他们的攻击 我去找外援 合着你骂人骂爽了 做我一个人矮了 是吗 柳总你知道吗 能替员工挨揍的老板 简直太酷了 柳如烟 开会的时候 会议室众人脸色各异 各怀心事 柳如烟依旧内敷面无表情 故作深沉的样子 江陵组的几个男组员 各个满面红光 似乎笃定他们的策划 一定会被采纳 倒是几个女组员 孽如难言 欲言又止 先介绍一下你们的想法吧 柳如烟率先开口 好 那下面就由我先来介绍一下 开口的是江陵手下的组员 撇去他们蛇属一窝的人品不谈 工作能力还算优秀 他简单地描述了一下 这个游戏的价值 话音刚落 江陵等人就忍不住鼓掌 自信地仿佛下一秒游戏就上市了 柳如烟顿了几秒没讲话 等那边归于平静才开口 记住林 你有什么看法 终于到我大杀四方的时候 我理了理衣服 拍去袖子上不存在的灰尘 清了清嗓子开始装闭 首先 你们确定要把这玩意儿定位为甜宠游戏 你凭什么觉得玩以游的人 会对探机男人感兴趣 说完我拿出我和我一个朋友的聊天截图 看了这张图片 江陵等人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个别人脸上还带了点不服气 我没有给他们面子 继续阐述了我的观点 江陵几个人被我说得满脸通红 倒是有几个人小声嘟呐 但也无法反驳 这一战我大获全胜 蛇战群雄并大获全胜之后 我得意地坐下喝了口水 一转头就看到柳如烟略带赞扬的目光 我回了她个低调的眼神 谁懂啊 某些人面上波澜不惊 实际上恨不得敲起二郎腿点跟烟大喊 小柳 倒茶 等回了办公室 我开始放飞自我 小柳 正准备坐下的柳如烟动作顿了一下 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你在叫我 我忍住心虚 努力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这里还有其他人姓柳 难不成我再叫那个花瓶 柳如烟咬了咬牙 但还是配合我 纪总 你有什么指示 嗨嗨 你先起来 让本总裁做做老板已过过瘀 你去给我泡杯咖啡 不是手磨的我不喝 明明柳如烟没说什么 但我还是有点怂的 算了算了 笨手笨脚的 手磨咖啡就不用了 又捏捏肩在家里工资吧 柳如烟还愣在那里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给我捏肩 还没嘚瑟几分钟 我就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我打晚上同学聚会你去吗 不想去 就是一堆人凡尔赛比来比去 没意思 听说这次那个讨厌鬼也要去 真的假的 不是说那次讨厌鬼跟那谁那傻 然后被那谁那傻了吗 没有 那谁根本就没有那傻 都是那谁造谣的 听说这次那谁也要来 反正有乐子看了 聊到兴起 我敲起二郎腿 示意柳如烟清点的时候 就看到他皱着眉一脸不解 朋友之间连对话都是加密的 那我去吧 什么跨国集团的总裁 高高在上的京城大小街 嗨嗨可可可 现在轮到我咳嗽了 跟电话那头敷衍了几句 我立马挂了电话 然后很有眼色的站起来 扶柳如烟坐下 嘿嘿 刘总 您坐 刚不是叫小柳叫得很开心 柳如烟皮笑肉不笑 不敢不敢 刘总 您叫我小鸡就好 刘总累了吧 我给你捏捏肩 你平时就是这样在背后编排我的 我一愣 立马心虚否认 哪能啊 这就是个意外 我平时都是夸你的 你最好是 我又忙前忙后 给柳如烟泡了杯咖啡 狗腿的端去给他 呀 不是手磨的呀 温度也没到60摄氏度 你爱喝喝 不爱喝 我刚要发飙 一想到我现在还有球鱼他 又火速换了副嘴脸 不爱喝我就再给你泡一杯吧 算了 还凑合 我就勉为齐男于尊酱贵的喝一下吧 我心里 瞧把你委屈的 显眼包 我面上 哈哈哈哈 刘总您真有文化 成语用的真好 哈哈哈哈 在我的卑微请求之下 柳如烟终于同意 陪我演这出打脸戏码 出发之前 我找了一堆教材 给他观摩学习 一睁打肿讨厌鬼的脸 到时候我也要想书里说的那样 带着经理走进包间 说一堆拉仇恨的话之后买单 然后把你抱走吗 书上怎么说你怎么做就行 柳如烟点点头 淡淡道 行 那到时候钱从你工资里扣 听 我突然觉得这个币 也不是非装不可 柳如烟 那我到时候要歪嘴笑吗 什么歪嘴笑 视频里就是这么演的呀 十年之期已到 恭迎龙王 然后我邪眉歪嘴一笑 众人震惊加害怕加谄媚我 这次堂主上身了 我们讲究的是举手投足间 展现出来的优雅和金贵 你那种太简单粗暴了 就显得有点堵 柳如烟点点头 行 我在练练 聚会当天 我还专门去做了个造型 还专门叮嘱柳如烟穿漂亮点 我很快就准备好了 倒是柳如烟磨磨叽叽的 一会儿嫌衣服太降肿 一会儿又显 衣服没有质感 最后挑来挑去 选了套连衣裙 话说回来 柳如烟身材确实不错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连衣裙 穿在他身上显得无比高贵 看起来就很大 可我是说聚会厅很大 等柳如烟挽着我的胳膊进包厢的时候 里面的人已经聊得热火朝天了 我和柳如烟进来的时候 大家短暂安静了一瞬 然后一堆子人开始寒暄问好 纪伯达 不介绍一下 你们好 这是我女朋友柳如烟 柳如烟跟大家打了个招呼之后 就拉着我坐下 纪伯达 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你交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啊 不会是知道我要来 特意雇了个漂亮姐假扮的吧 所以说最了解你的是你的敌人了 讨厌鬼真是把我的心思拿捏得死死了 讨厌鬼真名叫顾炎 我们俩也没啥身仇大恨 又是高中时是竞争关系 虽然我和他关系不好 但不得不说顾炎就是嘴损了点 人品还不错 高中时我被造黄瑶 他还帮我说过话 但我俩似乎就是天生的死对头 他什么都要跟我比 干啥都要赐我两句 有时候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喜欢我 想引起我的注意 后来我还问过他 结果被他骂了我一顿 你别自恋了 要不是你来了 我都忘记有你这个人了再说了 我这么优秀 找个漂亮姐做女朋友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我和顾炎就这样 你来我往的斗嘴 我赢了就得意的冲柳如烟挑挑眉 说不过就偷偷看柳如烟一眼 让他赶快转移话题 你是糯米的刘总 突然就有一个男人 端着酒杯来到我们做的这个小角落 柳如烟点了点头 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顾炎知道柳如烟的身份时 眼底的惊讶一闪而过 但没有问什么 倒是周围几个人一听 柳如烟是糯米的总裁 都赶着过来攀谈 只因柳如烟是我带来的 还是我女朋友 所以连带着我也成了被恭维的对象 短暂应酬之后 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氛围 拉着柳如烟出去透气 来的时候不是还说要打脸 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受不了吗 柳如烟好笑道 其实也没真想打他们脸 而且总觉得靠女朋友的身份 打他们的脸有点不好 又不是靠我自己 我叹了口气 继续道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堵着一口气 我高中的时候和他们相处不是很好 我就想证明我现在过得很好 爱情事业双丰收 他们不跟我玩是他们的损失 高中时我拒绝了某个附加千金的追求 班上的同学都被威胁不准跟我来往 我被孤立了两年 这两年里 除了我在隔壁班的朋友 就只有顾炎会跟我讲话 虽然还是不应不养的 他们不跟你玩本来就是他们的损失 柳如烟摸了摸我的头发 眼神柔软地注视着我 继总这么优秀 可是拯救了糯米 要不是你 我们就开发那个傻子游戏 不但赔了钱 到时候还得让人看笑话 意识到柳如烟是在用我之前说过的大话安慰我 我没忍住笑了出来 夸得很好 还有其他奖励吗 我被柳如烟灼灼灼的目光烫了一下 急忙转移话题 有啊 明天回公司你就知道了 然后无论我怎么猜测试探很久 柳如烟都不肯透露一个字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我和柳如烟一致决定去打个招呼 然后就撤 没想到在包间门口刚好听到里面的人在谈论我 看纪伯达这样 和柳总好事将近了 瞧纪伯达高中时那一副清高的样子 现在还不是找了个大宝 歇 还真以为他能入住豪门啊 人家有钱人跟他玩而已 你懂的 今天柳如烟能陪他来参加聚会 说不定就是他昨晚 说完包厢里传来一阵猥琐的笑声 柳如烟脸色铁青 拉着我正准备推门 不料顾炎率先出声了 舌头这么险 就去把厕所舔了 自己一副猪头三的样子 还好意思背地里说人家 大男人本是没有嘴碎的狠 天天就只会在背后造谣说 纪伯达棒斧 顾炎翻了个白眼 扭头开门想走 刚好就看到门外的我和柳如烟 我觉得你说错了 柳如烟淡淡淡开口 他们是什么身份 也在背后议论我 柳总不好意思 两个人一来一回 说的门内的几个男人满脸通红 不好意思了各位 我们还有事 就先走了 我干了 你们慢慢玩 我一口喝完放在桌子上的酒 就拉着柳如烟往外走 刚刚在背后说 我的几个人见状就追上来想道歉 毕竟得罪柳家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一直到一楼大厅 几个人还追在后面 我无视满脸尴尬的几人 拉上柳如烟就往外走 半路却遇上了老柳 小季 如烟 你们怎么在这儿 老柳瞪着小眼睛 看着柳如烟挽着我的手 一脸惊讶 如果表情有字幕 老柳现在脸上写的肯定是 好好一颗白菜 被你拱了 我是拱白菜的那头 我陪他参加同学聚会 老柳表情很奇怪 又有点高兴 又好像有点担心 好 挺好的 哈哈哈哈小季啊 你祸害了我女儿 可不能祸害我的鱼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老柳 你年纪这么大了 就不要乱脑补了位 又聊了几句 老柳说他忙着联系大师 重新请一棵发财术 又急急匆匆走了 倒是我那几个同学很惊讶 我竟然跟老柳那么熟 又想到刚刚说的那些烂话 也彻底不好意思上来纠缠了 回去的路上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 柳如烟被我突然的大笑 整得莫名其妙 没什么 就是觉得这样也挺爽的 怎样 就是狗杖人士的感觉也挺爽的 哈哈哈哈 有你这么说自己的吗 柳如烟叹了口气 但从离开包厢时 就开始板着的脸上 还是露出了一丝笑 我说的又没错 我老板长得又漂亮 能力又好人也超棒 那你呢 柳如烟停下脚步 定定地看着我 哇 我当然是你最忠诚的狗腿子了 柳如烟笑了一下 伸出手帮我理了理一理 路灯照耀下 柳如烟显得无比温柔 我酒量不好 刚才还一口干了一杯 现在被风一吹 就有点上头了 看着柳如烟清秀的眉眼 我的脑子成了一团浆糊 柳如烟 我觉得我不想当你狗腿子了 那你想当什么 当然是我一下子捂住了嘴 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你偷偷说 我当作没听到 还是不行 我们公司规定 不能办公室恋情的 说完我就抱着路灯睡了过去 依稀听到柳如烟 好像在自言自语 还有这条规定 那我明天就废除掉 我这人有一个优点 就是记忆特别好 一句话概括 就是醉酒后不会断片 但我现在无比痛恨 我的这个优点 早上醒来 脑海里的一幕幕 无一不再提醒我 靠 我已经不想做 一个单纯的狗腿子了 我对柳如烟的 马屁之情变质 艰难做好心理建设 我才出发去了公司 刚打完卡 我就被叫进了办公室 早上起来怎么样 头会疼吗 我摇摇头 揉了揉太阳穴 还好 就是喝醉后发生了什么 我有点嫉妒下青了 真的 柳如烟满脸写着不信 我点点头 对啊 我这人喝完酒就断片 既然这样 那昨晚说好的 给你加三个月工资这事 还有这事 我突然记起来了 记得清清楚楚的 既然记起来了 那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一时有点搞不清楚 柳如烟到底是什么意思 只能转移话题 我想说的 柳总你昨天说的回公司 就告诉我的奖励是什么 柳如烟看出 我在极力转移话题 但开始放了我一马 我准备把你调去策划股 负责马上就要立项的 那款甜宠游戏的策划 公司真的要开发甜宠游戏 柳如烟点头 公司一直都有意 这款游戏的市场 所以我准备组建 一支优秀的团队 而且你不是一直 对游戏制作感兴趣 我没想到柳如烟连这都发现了 我其实一毕业就想进糯米 但我爸妈一直不同意 还找关系把我送进了老柳公司 结果没想到阴差阳错 我因为干啥啥不行 被老柳发配来糯米了 行 太好了 那我什么时候去报道 我现在去收拾东西 我一脸激动 别急 最早也得下个礼拜才能定下来 所以现在你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我点点头 就听柳如烟继续道 今天第一件事 通知全公司 取消不准办公室恋情的规定 意识到他说了什么的 我一瞬间脸爆红 哈哈哈哈 我干笑几声 怎么突然通知这个 当然是未雨绸缪啊 见我双眼瞟来瞟去 就是不敢看他 柳如烟特意走到我面前 要是某些人不想当狗腿子 却碍于这个规定 不敢更进一步 那我不就少了个 少了个什么 你希望是什么 柳如烟的声音 几乎贴近我的耳朵 一转头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离得这么紧 管你是什么 我先出去工作了 再见 说完我就开门跑了 根本不敢回头看一眼 一上午我都有点躲着柳如烟 中午零下班 却收到顾吾雨的邀约 纪博达 我回国不久 就认识你一个朋友 所以你不会拒绝我的吧 我姐那里 别担心 我已经帮你请好假了 带心道 带心摸鱼 我可以 中午一下班 我就直接上了顾吾雨的车去了商场 纪博达哥 我觉得冷清秋今天肯定要向我表白了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打扮一下 嗯 你怎么知道的 我发现他在偷偷默默打电话 然后就偷偷看了他的手机 看到他一脸激动的样子 我也有些雀跃 行 今天一定给你打扮的帅气点 那你得陪我一起啊 不然我一个人会紧张的 我点点头 其实我也很想见识一下的 我陪顾吾雨逛了两个小时 然后又一起做了你的头发 我突然感觉有点不对 咦 怎么感觉我这个配角的发型 比你这个主角还高调啊 顾吾雨愣了一下 立马解释道 啊 应该是灯光照着 我点点头 把心底那点一温压下 做完造型 我又跟着顾吾雨来到游乐园 冷清秋应该是包场了 夜晚的游乐园空无一人 空气中弥漫着潮气 当我们走进大门的那一刹那 绚丽的灯光亮起 璀璨夺目 这个冷清秋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不见人 我去找找他 伯达哥你在在这里等我啊 顾吾雨说完就跑了 内心的疑问又涌了上来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渐渐汇聚成疑的猜测 纪伯达 是柳如烟的声音 我一回头 就看到捧着鲜花的柳如烟 一直悬着的心突然落到实处 我就说顾吾雨 为什么突然约我逛街 为什么我的发型 比他高调这么多 为什么他全程都在看手机 是我叫顾吾雨帮忙的 因为我不想等待了 等待什么 等我的小狗腿子开墙 哪有你这么表白的 那我就认真的问你 纪伯达先生 你现在离爱情事业 双丰收就差爱情了 所以你 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 我点头一把将他搂进怀里 那以后你就是我的狗腿子了 回去的路上 我没忍住给老柳发了条消息 某商业间谍使用美男计 成功博得漂亮美女总裁 放心